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来到HOPTV抗癌攻略节目 我是清荣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子宫颈癌 它造成子宫颈癌的原因 还有它要怎么预防 怎么做治疗 甚至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如果你感染到了所谓的HPV的这个病毒 连男生都有危险 怎么样来理解 而且怎么样来预防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长庚医学大学的医学系 张庭章 张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张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先来给大家卫教一下好不好 是 先来介绍一下子宫颈癌发生的原因 是大部分子宫颈癌发生的原因是 这个慢性而长期的人类如图病毒感染 就是HPV的感染 那这个并不是像冠状病毒一样 一感染就发生的 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它才发生癌前病变 后来转成子宫颈癌 所以子宫颈癌的发生是跟HPV的慢性长期的感染是有相关的 它的关联度到多少比例 比如说有感染到有子宫颈癌的人是因为HPV病毒感染的比例有多高 我们把子宫颈癌它的组织形态分成磷状细胞癌跟腺癌 磷状细胞癌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是跟HPV感染有关的 那腺癌的话大概百分之六十跟七十左右是跟HPV感染有关的 那子宫颈癌里面是磷状细胞癌比较多还是腺癌比较多 磷状细胞癌大概占百分之七十几到八十左右 腺癌是另外一种癌症 但是抹片比较难你去看到腺癌的细胞 所以腺癌有做抹片跟没有做抹片 它的绝对的发生率到现在改变的非常的少 其实子宫颈癌里面是磷状细胞癌也就是HPV造成的依然比例高达七八十 不止 不止喔 百分之九十左右 对我刚本来还想说你知道子宫颈癌在哪里吗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位置还蛮小的很小的一个范围 它就是子宫跟阴道之间的一个分隔 是好 那么可是知道了是因为HPV之后很多人就在问 哦什么叫HPV继续来科普一下对不对 什么是HPV人类乳突病毒 而且它会引起的不是只有子宫颈癌 还有很多病喔 是这个HPV在四千多年前的木乃伊的身上就存在 那HPV现在被发现了大概有两百种左右 等于两百型啊 那里面大概有四十型会感染到绳子器官 那这个四十型里面也有大概十五型它有致癌性 那以前认为说这个大概只有跟子宫颈癌相关的 就是跟女生有关 可是现在发现说有六个癌症 有包括男女都有的那个口咽癌 肛门癌这个跟HPV的感染是有相关的 那其他的话在女性的生殖器官 包括说子宫颈 阴道跟会阴这跟HPV的感染有关的 那男性的阴经癌也跟HPV的感染是有相关的 所以有六种常见的癌症 您说的它其实是因为男女之间都会感染 那就是性行为了 有一些是跟性接触有关的感染 特别是子宫颈 因为子宫颈 它等于是说一个又是内在又是外在的器官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HPV没有缴啊 你要想到把它推到子宫颈去啊 那它等于是就是在性行为的过程 或性接触的过程 它有接触到那个 本来就已经有感染到HPV的那个皮肤 那为什么口腔癌跟HPV也有关系呢 对那就要探讨说为什么这个HPV会跑到口咽呢 因为你刚讲了 它的载体本身或者是接触的过程 其实是必须要性的接触吧 口腔也是性器官之一啊 哦对哦 嘴巴也是性器官之一啊 对吧 这个性是无所不在的啊 哦 但是原则上 嗯OK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比如说这个人他本身已经有被HPV感染了 是 那我只是跟他做朋友 我会被他传染吗 机会很低 对吧 因为我们光握手也应该就没什么事情吧 对 那即便说这个清水 我相信在嘴巴里面 它因为会一直吞口水 所以真的会感染到的机会也没有那么高啊 毕竟就是说HPV浓度最高的地方还是说在那个子宫颈 因为他你没有办法说有很多像脱衣一样就一直把它清掉 对不对 那男生的性器官也会再有HPV吗 但是存留多久不知道 所以因进来发生的机会呢是比较低的 那但是呢男生他容易发生的是在那个就是说尿到口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刚好他是一个这个磷状细胞 那下去还是还是磷状细胞 但是刚好是一个好像干湿的转折点那个地方 对那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停留 他让这个病毒停留时间越长 他就有可能就进到你的体内 然后就住在那了 是他如果停留时间越长 但是90%的人对HPV是可以产生免疫的 所以我们来讲说一个女性可能在她一辈子里面 有80%的机会呢都感染过HPV的 但是在这里面她身体有办法把它清掉 产生免疫把它清掉 只有10%到15%的女性呢 就这个力量比较缺乏 于是这个HPV长期而慢性的在这个地方感染 终于产生癌前病变甚至发生癌症 那这何以见得呢 我们现在HPV可以分歧 嗯 这里有一个图办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HPV跟子宫颈癌的关系 我都不知道有分这么多型 可是应该这里列到第16型跟第18型 这是高危险 有70%的子宫颈癌是因为它而引起的 第6跟第11型是比较低危险的 它引起的是菜花 所以它这个型齐就不同的齐牌 完全不一样 可是像您刚提到的 光是高度致癌的有16跟18型 16、18、31、33、45、52、58 那请问一个人可以同时一辈子 这几个不同的型都有机会 它是会只中一个 啊我就有免疫 还是说我有可能中不同 各型的免疫都不一样 我曾经 就像感冒一样 今年是这个流感 A型你可能今年得了 好了明年还会得B就对了 甚至同时存在的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以前因为这个子宫肌瘤 把子宫切除了 后来他就是他们的卫生所叫他去做抹篇 说是抹篇异常 就把他转接来就是给我看嘛 那我帮他验个病毒 他同时有六种不同的病毒存在 六种HPV都在他身上 是可是你完全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他对病毒呢 就是没有免疫 他每经过一次 或者是说感染到一个病毒 他就把它维持在体内 丢了 他也会传染给别人吗 那当然啊 他本身也是一个传染的媒介啊 所以其实打疫苗很重要 我们提前预防 这个就子宫颈癌这个癌症来说 是个福音啊 因为很多癌症 我们是不知道发生的原因 也不知道如何预防 但子宫颈癌很好啊 我们非常清楚 他跟HPV有高度的连结 所以在这里呢 如何来选择这个HPV的疫苗 很多人现在知道的是 年轻的女孩应该要打 但是这里我们会特别提到 男性其实也要注意 因为刚刚有提到了 肝盲癌 还有包括像婴筋癌 甚至口腔癌 跟这个HPV病毒也有关系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光看了嘴 你看看回去了 就看不见了 他那个是这样子 就是有说两架 四架跟九架 对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表格里面告诉我们 有二架四架跟九架 待会我们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解释 二架里面是分十六跟十八型 四架是六十一十六十八 那么九架的是六十一十六十八 三十一三十三四五跟五十二跟五十八 我知道了 架的意思就是哪一型 就是几型对吧 对 所以这个就是预防两种 对 这个是预防四种 HPV病毒 这个是预防九种 是的 那这个要是都打了的话呢 就应该都防到了 大概能够预防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子宫颈癌 对吧 应该甚至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子宫颈癌 是 而且他的这个适用的范围是 像二架的话是九到十四岁的女性 然后或者是这个十五岁的女性 这有打二架跟三架的差别 他是这样 十四岁以下的话 因为他对疫苗的免疫力产生的很快 所以说你只要打两剂 那这两剂一定要隔半年打 比方说一个上学期打 一个下学期打 他几乎他往后就不会有这个 第六十一十六十八的感染了 那超过十四岁以上呢 好像要打到三剂才能够达到这个 比较年轻的人打两剂的效果 那请问 我不要举我头年纪太大 如果三十岁他之前国中没有打 那会打三剂 可以打吗 可以打啊 如果他已经有过新行为可以打 要不要打 这个疫苗是防范未然 对不对 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有第十六型感染的 你靠疫苗当然没有办法把 我现在已经有感染的把它解决 可是我现在没有第十八型感染 我打了以后 我对十八型是有免疫的 那问题是我整肢 我有没有十六或十八的感染 如果要的话可以去做个这个 HPV的检测 有吗 有 那第二种呢就是打四架的 可以预防四个型 那么这其中也是一样 九到十三岁打的是二架 十四到四十五岁打的是三剂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是男性耶 九到二十六岁 就是你没有看错 那个是这样子 就是说打疫苗 他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如果一个族群里面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有免疫力的话呢 那你会感染到的机会就很低 好对不对 那台湾是说国一的女生 好就是说 全面打 叫家长同意 那现在国一的女生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有打的 所以男生是不是要打 这个我们不要说把它变成说 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话题说是 都是你们男人惹的祸 对不对 但是男生是不是要打 我相信有一些男生是需要的 但是不是所有男生都要打 我想这个倒是可以讨论啦 不过因为现在社会跟以前不同啦 比较开放 对吧 然后大家的这个爱情关系也比较复杂 所以有打总是比没有打好 对不对 而且打这个现在很容易 那当然另外一种就是酒驾 那我想这个 照我们刚刚的原理往下推就对了 这个是更安全的 每一种都预防到了 现在很多的腹癌 政府为了要预防 所以不只是我们刚刚填的子宫颈 对不对 还有包括乳房的部分 您可以跟社会给我们解释一下 现在政府有补助的 这个第一种 是我们台湾还在做子宫颈抹片 因为它是最传统的一种 这个子宫颈篩检的方式 那台湾是30岁以上 那才做 三年至少一次 三年至少一次 但是现在要一年做一次也可以 这个需要随着年纪增加检查的频率吗 那个现在是说 你如果你三年 因为我一想到30 可是我离30有点远 你如果说 三连续三次都正常 三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连续三次是每二九做的 反正都不管了 他们是说至少 这三连续三次都正常 那台湾以前都每一年做一次嘛 至少连续三年都做都正常 你下一次三年再去做就可以了 好第二种就是针对子宫颈癌的 有一些是拒绝抹骗 但确实高危险群 然后这种人可以做HPV制裁服务 我们设计了一个棒子 那个棒子呢 可以很准确的 你只要采阴道的分泌物 然后就可以去做分析 那现在正在做临床试验说 都不用医生 我们就拍几个动画 跟你讲怎么制裁 你把这个东西把它寄到一个地方去 然后如果说正常或不正常 立刻给你通知 我想这样子 台湾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女性 她是不要去做这个抹骗的 怕痛害羞不敢做 怕做了以后她结果如何 怕做了以后她以后的病例上会有血 但是 也不太想让家人 或另外一半人去打 对 那所谓制裁就是尊重隐私 那是自己做一个方式 可以提高我们的筛检率 我想 应该是这样子 比较合乎人情 好 除了子宫颈癌之外 其实我们乳癌的筛检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般的对象是45到69岁的女性 还有40到44岁有乳癌的家族病史的高危险群 应该要每两年做一次乳房的S光摄影 那叫做乳房摄影 乳房摄影 是 但是也有人不喜欢做啊 很痛 很痛啊 对吧 可是要做 就痛一次没关系啊 对很痛啊 那如果她的取代当然 有人说用超音波也可以 但是超音波比较主观 那有人说像就比较贵的 就是用乳房的MRI 当然是非常准 他也不痛 但是至少我们政府提供的是 是一个很合理的方式 合理而有效的方式 对 所以其实 子宫颈癌30岁以上 就应该要每三年做一次 至少 那乳癌的年纪可以再稍微晚一点 45岁 才做定期的检查 但是无论如何 女性朋友 其实你每一生当中 融罩在各种负癌的风险 都蛮高的 那大家应该 除了有自主意识之外 还有更多的学习 在这个部分要提前去做预防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主任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同时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打电话到癌症希望基金会 等免费咨询专线 看癌攻略和你一起携手看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